Pthreads 上次我們教到第二個 Programming Language 就是 Pthreads 所以我們解釋過了 它主要就是 Threads Programming Library 前面這個 P 指的就是 POXY 因為它是在 POXY API Interface 定義之下 所使作的這個 Library 所以叫做 Pthreads 使用這個 Library 最主要用的 Coded Function 最主要的就是 Pthreads Create Function 所以我們上次有稍微解釋過 第一個 argument 這個 Threads 其實是一個 Return Value 所以它是一個 Token 可以看見我們這邊指的是它是一個 Address 所以你應該要給它一個 Address 的 POINT 進去 裡面回傳的就是 Threads 的 Token 透過這個 Token 你可以呼叫其他跟 Threads 互動的一些 API 像下面我們等一下會解釋這個 Join 的 API 就是指把現在的 Threads 也就是 Main Threads 跟你 Create 的新的 Threads 把它 Merge 在一起的這樣的 API 所以你要知道 到底要跟哪一個 Threads 去做 Merge 或是 Join 這個動作 然後第二個參數呢 是一個 Attribute 所以它是 Optional 的 那裡面的 Attribute 能控制的呢 就是一些 Configuration 所以這些 Threads 出來之後 它的一些 Behaviour 或是它要怎麼樣 會被這個 OS 給管理 有的時候就是有一些設定 你是可以透過這個 Attribute 去設定它的這個 其實它裡面都是一些 0101 的一些 Flag 你可以透過 其實有另外一個 API 我們在那邊不講 不去細講 你可以去透過其他定義的 API 去設這個 Attribute 的值 然後再把它設好的這個變數傳進來 那這個 Threads Library 就會知道 Create 這個 Threads 你要怎麼樣去 它應該要怎麼樣去 Manage 這個 Threads 那通常一般我們就是 Default 就是 Nuo 就可以了 那像比較有用的一個設定 就是我們之前提過的一些 你要去把它 Bind 的 Threads 到某一個特定的 Core 上面 或者是它的 Memory Allocation 必須是跟你這個 Core 在 Run 的 Core 是比較近的 這個 Memory 的 這個 Chief 的這些 這些系統設定 通常就是可以透過這個 Attribute 來去告訴我們的 Library 該怎麼做的 好 那最後兩個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是一個 Function Pointer 還有這個 Function 要執行時候 它所需要的 Argument Pointer 所以我們說過一個 Threads出來 它就是去 Run 去執行一個 Function 就對了 所以那個 Function Pointer 就是它要執行的 Code 那這個 Argument 的部分 雖然它只有一個 但是我們說你可以用這個 Pointer 直到一個 Struct 對不對 一個 Data 的 Struct 那裡面你要塞多少的 Argument Variable 在裡面都可以啊 那只不過就是這個 Thread 裡面 你要再根據這個 Struct 它的 Data Type 去做這個 Variable 的 Casting 然後去把它變成正確的 Data Type 在你使用之前 好 那 執行完之後 我們說這個 Thread 它是個 Function 所以它當然可以 Return 那 Return 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的一點就是 它的這個 Return 的話 它必須是一個 Pointer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是個 Pointer 它不是只是一個 Integer 如果你只是一個 Integer 其實它裡面讀到的值會不對 因為你要讀到這個 Return Value 的唯一方式 就是必須透過 Join 這個 API 但是你可以看見它吃的 對不對 這其實是一個 Pointer 所以它 Again 它是透過這個 Memory 的這個 Reference 來把值讀回來的 所以你不能只是說 Return 1 Return 1 的話 你在這邊要去讀它其實是值 它可能會讀 讀的是不對的 所以它其實是用 Pointer 的概念 在傳這個資料的 這是要稍微留意在把 Argument 送進來跟讀回去的時候 要考慮到它的這個 API 的設計 好 那這邊就是一個例子 所以我們可以 Create 這個 Thread 之後 就像這邊 我們就叫它去 Print 去 Call 同樣的這個 Function 但是咧 我們的這個 Argument 給的時候 是不一樣的 可以看 雖然就是一個簡單的 Thread 的 Id 這個 Integer 的值 但是我們就必須要把它做 Casting 然後變 Pointer 傳進去 而且 P Thread 比較 Low Level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它設的這個 Pointer 是一個 Void 的 Pointer 所以它其實是沒有 Data Type 的 這是為什麼我們剛才提到說 在這個執行在這個 Function 裡面 你還要自己去做 Cast Data Type 的 Cast 的動作 因為其實它是 Void 的 它並不知道 它是可以指導任何東西的 Pointer 所以當然你這邊如果 如果傳具的 Data Type 跟你 Cast 的 Data Type 不對的話 Again 又是一個 Byte 的數量 Memory 的長度 不 Match 的一個問題 那你當然值就可能會受到影響 甚至於有 Segmentation 4 的問題會跑出來 所以這個是要自己稍微做一個留意的 那這是比較完整的例子 所以這邊還有 P Thread Exists 因為它並沒有要回傳任何值 所以它就 Call 了 Exit 的 API 但你不 Call 也可以 這個就完全沒影響 大部分可能通常都是沒有 Call 沒有要傳就不需要去特別 Call 不會有造成什麼問題的 但是如果要回傳就要像我們前面的例子一樣 然後這就是一個很 Typical 的例子 怎麼樣只可以 Create 一堆 Threads 所以我們就跑一個 For Loop 對不對 所以這邊你要幾個 Loop 這個 Loop 只有幾個 Iteration 你就可以同時 Create 出多少 Threads 那 Create 出來的 Threads 它們全部可以同步的進行 也就是平行程式了 好 然後當然 Global Variable 是 Share 的 我們這個例子 還沒有做任何的溝通 所以你沒有看見 我們沒有使用任何的 Global Variable 但要溝通就是 直接把你要溝通的這塊 Memory 直接把它變成一個 Global 的 Variable 那自然這些 Threads 之間 直接可以去 Access 但是直接 Access 就是我們今天會講的重點 怎麼樣去 Synchronize 這些 Access 讓它不會有 Race Condition 或是會有這個錯誤的發生 那這就是 Thread Programming 難的地方 但是它的 API 就只是幫你 Create Threads 那怎麼去溝通 其實它不管你 而且也不限制你 你就是透過 Memory 本來就有 Share Memory 這樣子的一個機制做溝通 好 那我們剛才提到的 Join 所以有提到 其實簡單來講 Join 就是 它的目的就是 把 Code Join 的 Function 把它 Block 在那邊 也就是不會 Return 直到它去要 Join 的那個 Thread 結束為止 也就是它 Return 的為止 它才會 Return From Blocking Code 然後就像我們之前的例子看到的 重點你要取回的值 通常去這麼做 就是為了你要去把這個 這個執行 你 Create 出來的這個 Threads 執行完的 Return 值把它取回來 所以就會把它放在 Status 裡面 你就可以取得它的 Return 值了 好 那另外一種使用情境 不是為了要 Return 值的原因 純粹就是為了要同步化 對不對 就像我們 MPI 有 Barrier 它也不傳任何的 沒有任何意義的 Message 但是就是為了想要讓 這個 Process 之間同步化 那 Thread 之間如果想要同步化的話 你也可以透過 Join 這樣子的做法 那當然就不 care Status 的值是什麼 但這樣就可以強迫 這個兩個 Thread 之間是同步化的 那就像這邊的例子一樣 所以通常我們在寫 Thread Programming 的架構 就是這樣 你有一個 一開始的一定就是我們的 Master Thread 或者是 Main Thread 然後咧你就 Call 了 P Thread Create 去 Create 這些 Worker Thread 可以是很多個 然後他們可以各自做各自 完全不同的 Function 所以這點也跟 MPI 很不一樣 因為 MPI 大家其實是 只執行同一份 Code 的 只是用 Branch 分開 對不對 但是 Thread 的平行的 這個 Programming 的 Model 是 每一個 Thread 呢 都是執行獨立的 Function Code 所以他們是可以完全做不一樣的事情 從這裡你就可以看出來 這兩種平行 其實應用的範圍 範圍跟應用是很不一樣的 因為如果每個 Thread 做事情都不一樣 通常你沒辦法 Scale 到很大 因為大家都做不一樣的事情 你還要想要完成同一件事 其實會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 Thread 呢 通常都是在 Scale 比較小 也就是你 Create Thread 的數量是比較有限的 然後都是為了做不同的事情 而且這個通常事情都是很快就做完 做完他該做的事情之後 他會 Merge 回到原來的 Main Thread 就是用 Join 那所以其實你要 Control 的 就是還是這個 Main Thread 的流程 那這些 Worker Thread 就只是在你需要的時候 被 Create 出來 然後做完事情 他們又回去了 所以通常不會 Man Thread 跟 Worker Thread 之間 並不會有很平凡的溝通 通常都只是全部做完了 一個 Join 得到結果而已 好 那 那 那所以 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 用這個 Join 我們 MPI 學過這個 Barrier 所以其實用 Join 他就是可以去 Implant 這種 Barrier 那例子就像我們剛剛 如果用一個 For Loop Create 了很多的 Thread 那你也可以用一個 For Loop 去 Call 這個 Join 一個一個的把它 Join 回來 其實就等於是把所有 Thread 之間 做一個 Barrier 一樣的事情 好 好 那 但是 Join 它會需要一個 Return 值 那各位一定常常看到 有一些你的 Function Code 沒有要 Return 值 對不對 你不 Care 它的 Return 值是什麼 而且甚至於在 Thread Programming 的時候 很多的應用情境是 其實這個 Main Thread 把事情交給 Worker 之後 它就不再理會這個 Worker Thread 這個 Worker Thread 這個 Worker Thread 做的事情 跟 Main Thread 就毫無關聯性 最好的例子是什麼呢 就像 Web Server Web Server Web Server 其實大家知道 這個 Web Server 是很多 Request 不斷的進來的 那每個進來的 Request 其實這個 Main Thread 做的事情 它就只是去 Listen 這個 Paul 看看有沒有 Request 進來 每進來一個 Request 這個 Main Thread 就會去 Create 一個 Worker Thread 去接這個 Request 然後這個 Request 就看它這個 Web Server 要做什麼事情 要 Download File 還是要 Open File 還是要做什麼計算 每個形形色色 各種各樣的事情 但其實跟 Main Thread 已經無關 它已經把事情交代給下面的人 下面的人去做就好 所以它也不需要 Return 的值 而且 Worker 跟 Master 之間 也沒有任何的關聯性了 這種時候 你不但不用 Call Join 事實上 你還必須要去 Call Detach 雖然你可以不用 Call Join 因為你不要它的值 對不對 而且你 Join 的話 其實反而會 Block 住你的 Main Thread 這反而不是你要的 但是你也不能不 Call 因為如果你不 Call 的話 其實很多 Thread Library 會認為 你遲早會 Call Join 這件事情 因為它不知道 它只是在 Statement Statement 一個一個再去做執行 所以它沒有執行到 Join 之前 或者是 Detach 之前 它都會 Assume Programmer 有可能會去 Call Join 所以很多的 Library 會發現 你不 Call Join 也不 Call Detach 的話 你的程式最後會 Hang 在那裡 雖然你的 Main Thread Supposedly 就是大家執行完它就結束 可是它不 Call Join 你的程式就會 Hang 在那裡 所以這種時候你就必須 Call Detach Detach 的意義就是 它會告訴這個 Library 讓它知道 今天這個 Worker Thread Create之後 它再也不需要 跟 Main Thread 透過 Join 去做聯絡了 所以今天只要這個 Worker Thread 全部結束了 然後 Master 的 Thread 也把它該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這整個程式就可以結束了 它不會 Hang 在那邊了 而且更重要的 Detach 的目的就是 它會把一些不需要 為了要 Join 其實 有點像 Send 跟 Receive 的概念 你會有一些 中間的一些 Resource 要被 Allocate 出來 所以如果你不 Call Join 那些 Resource 它就是會被 Allocate 而且會一直在那邊 就有點像 Memory Leak 一樣 輕則 Memory Leak 嚴重的話就是一種浪費 甚至於就是讓系統 Hang 在那裡 所以說這個 Detach 的目的 就是會讓這個 Library 知道 這些 Resource 可以直接把它 Free 掉了 你未來不用準備去 Join 這件事情 就不期待有 Join 發生就對了 而且事實上 你 Call 了 Detach 之後 你也不能夠再 Call Join 所以這是一個選擇 簡單來講就是你 Create 一個 Thread 要嘛它會 Join 要嘛它就是被 Detach 掉 Detach 也不是 Delete Thread 只是 Detach 只是讓它們分離而已 你一定要選擇二選一就對了 就看你的 Programming 你的目的 是最後有沒有需要 Join 沒有就 Call Detach 而且應該是 Create 這個 Thread 之後 立刻 Call Detach 從 Main Thread 去 Call Detach 告訴 Main Thread 說它不必等這個 Worker Thread 結束了 這就是 Detach 的目的 它可以省你的資源 而且甚至於有些 Library 它強迫你要 Call Detach 你不 Call 你的程式會發現 最後會 Hand 在那邊 因為它一直期望著 Main Thread 去 Call Join 那你又不 Call 它就會被卡住了 所以 Join 跟 Detach 就是 Create 完之後 那你就要去做一個選擇 是哪一個 所以 Pieceway Library 當然還有幾個 API 但那些 API 像我們之前說的 它可能就是一些去設定 Attribute 或是一些 Query 系統狀態的 API 其實跟你的 Programming 都已經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了 它也不需要任何 Communication 的 API 因為它是透過 Memory 你也沒辦法去控制它 它就是 Pointer 自己要去管理 但是它還是有一些 API 就是要去處理 Synchronization 同步化的問題 就是當很多 Thread 同時去 Access 同一個 Memory 而且又同時去修改的時候 到底要怎麼樣去避免它們同時去修改 而且同時修改 重點是它會造成 很多時候會造成整個程式執行的錯誤 這些就叫所謂的 Synchronization 所以接下來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介紹這些 Synchronization 問題的定義 還有它的一些 Solution 當然 P Thread 在這邊就會有幾個 API 也就是大家會看到的 它有 Lock 跟 Unlock 還有 Condition Variable Signal 跟 Wait 這些 API 的存在 讓你去解決 Synchronization 的問題 而且我們這邊也稍微 expand 雖然我們主要是 P Thread 不過我們也會順便介紹一下 Symophone 還有在 Java 裡面 它有哪些類似的去解決 Synchronization 的做法 這塊其實有修過我的作業系統 就其實上過了滿多部分 尤其是這是作業系統很重要的一塊 當然在座各位也滿多是沒有上過的 所以我們就還是會把類似的內容 但是你會看到更多關於 P Thread Coding 的部分 首先就是什麼是 Synchronization 的問題 Synchronization 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層次在跑的時候 如果它最後的結果 如果你要讓層次 Synchronize 意思就是說 這個層次最後跑的結果 不能夠是根據層次執行的順序而受到影響 這個非常合理 因為我們寫層次 它跑在電腦裡面 但是電腦它不是一個 Single Core 它是有平行計算能力的一個電腦 我們現在最簡單的地道都有 Multi Core 對不對 所以你跑下一個層次 其實像我們剛剛看到的 Thread 的概念之後 這些 Thread 的執行的先後順序 是可以調換的 你也沒辦法去控制它 因為是有作業系統 甚至於是一些 Hardware 的 Scheduler 來決定它的順序 不是你程式碼寫的順序而已 所以如果今天你程式執行 跟這些 Thread 的執行的先後順序會有影響 基本上你就沒辦法驗證你的程式 程式一定就會出現問題 所以 Synchronization 就是要確保這件事情 我們把程式同步化 所以今天它的程式執行順序被調動之後 它還是能夠按照我們 Programmer 的想法的邏輯 順利的把它正確的執行完 這就是同步化的這個問題 尤其這個我們剛才說的順序 如果你要更精準的講的話 其實更更 detail 講的話 其實是指的是它的 Instruction 的順序 因為各位寫的程式是一個 Statement 我們知道像你是 C 或者是 Java 的 Language Level 的 Statement x 等於 3 這也是一個 Statement 那它真的跑在我們的 Processor 上的時候 其實是 Instruction 我們知道 就是那些 Assembly Code 所以剛剛我們說這個換 Ordering 其實最重要那個 Ordering 不是 Statement 而已 甚至於是說它到最後 這個 Instruction Level 的順序 調換的這個問題 就算在 Instruction Level 它被調換了 你都還是要能夠確保它正確的一個執行 那為什麼這個 Instruction Level 的調換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調換了之後 它就有可能會出錯類 我們就用一個非常簡單 最 Typical 的例子 在 Synchronization 問題上的例子來看 假設我們今天就是有兩個層次 或者是搭配我們這邊來講 應該說是兩個 Thread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寫一個 Multi Thread Program 兩個 Thread 一個做 Counter 加加 一個做 Counter 減減 那 Counter 雖然是 Multi Thread Programming Share Memory 所以我們目的就是讓 Counter 是一個共用的這個 Variable 所以我們就可以開始對 Counter 同步的在那邊做一些 Counting 的動作 這是非常 Typical 的 在 Thread Programming 的時候的用法 光是看這樣 Counter 加加減減 它只有一個 Statement 所以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你先加一或我先減一 答案永遠會對 但是這個 Synchronization 的問題很重要的就是 你必須要在 Instruction Level 這個 Instruction Level 去看它才可以 因為那才是 Processor 真的在計算的形式 所以像 Counter 加加跟 Counter 減減這兩個例子 大家就可以把它 Break Down 成一般的 Machine Code 就會發現其實它不是一行 它是三個 Instruction 不是一個 Instruction 那當然就是三個簡單的 Instruction 可以看見的就是 從 Counter 這個 Memory 的位置的值 把它漏到 AX 這個 Register 然後對這個 Register 加一 這是 Processor 在做的對不對 加完之後再把它 Move 回 Counter 這個 Memory 的位置 相同的減減就是把它變成 Register 只把它減一 那這才是它真正的計算的形式 好 那 Break Down 成剛剛那三個 Instruction 之後 我們就來看這兩個程式 今天如果同時執行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假設我們就從++ 的 Instruction 開始執行 那我們就執行了前面的這兩個 Instruction 也就是把這個值漏到了我們的 Register 並且把它做加一的動作 好 那就在這個時候 我們的程式是有可能會做 Contact Switch 的對不對 也就是這個我們程式其實 Instruction 這個 CPU 不是 always 只讓一次程式在做的 所以做一做之後 它就有可能會做一個 Contact Switch 換成另外一個程式的 Instruction 在執行 那假設我們這邊就換成了減減的 所以++ 還沒做完 它就被截斷 開始做減減的前面兩個 Instruction 那這看似也沒問題 他們甚至於用的 Register 也可以不一樣 無所謂 那你就會發現這個 當然就漏到兩個不同 Register 然後值就會變成一個是 6 一個是 4 因為不要忘記 現在這個++ 的動作只是加在 Register 所以當減的它從 Counter 漏進來值的時候 這個值還是 5 而不是 6 所以它會漏 5 然後對它做一個減 1 的動作 那這時候剩下的事情我們把它做完的話 假如是++ 的最後一個 Instruction 先做 那寫回到 Counter 這個 Memory 的 Address 的時候 它的值就會是 6 那看似正確 因為這是加 1 之後的結果 從 5 開始加 1 當然是 6 那接下來就做完最後一個 減減的最後一個刷尋 就會發現 哇 它把 Bx 4 的值 直接寫回到 Counter 所以它會說答案是 4 那所以大家應該看清楚 一個加加一個減減 原來的值是 5 答案應該是要 5 對不對 可是當這兩個同時在執行 然後它們被切換之後 順序 是用這樣子的順序的話 你最後發現它的答案居然是 4 這當然是一個錯誤的答案 因為正確答案就是 5 才對 而且呢 如果大家把最後這兩個順序 把它再調換 就會發現 你得到的值是 6 仍然不是 5 還是一個錯的 可是它又是另外一個錯的值 所以換言之 如果你沒有做任何同步化的事情的話 其實當這兩個 Thread 或這兩個程式 同時在執行 而且又 access同一個 Memory 的話 它的答案有可能是 4 也有可能是 5 也有可能是 6 那當然只有 5 才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就是要能夠加入一些程式 去確保 今天不管怎麼執行 我們的答案 加加跟減減之後 應該要是 5 而不能是 4 或者是 6 好 所以 同步化 這邊就可以看到這個順序 如果會影響結果 就像這邊看到的 如果你交換之後 它就可以變 4 或 6 甚至於 或者是本來就應該的 5 這就代表它有 這個 synchronization 的問題 所以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 只要是在 multi-core processor 或者是程式之間 它可以 access到 share the memory 的 content 的時候 其實都有機會 而且有很高的機會 發生剛剛看到的那個例子 那通常的結果就是 程式就因此 crash 掉了 那它的解法 或是說我們的系統裡面 提供的一些 library 或是一些工具 可以去解決它的 其實是有蠻多的 那第一種解決的方式 其實是按照一個概念 就叫做 critical section 那 critical section 這個概念就是說 剛剛之所以會有 synchronization 的原因 就在於 兩個程式 它們在執行的過程中 同時去對同一個 memory 的 address 的 content 去做的 access 去做的修改 所以換言之 如果我們今天一次 只能讓一個人 去 access 這個 memory 才能夠另外一個人在輪流 如果大家能夠輪流 而且輪流的意思是說 你 access memory 之後 這個 memory 要穩定 什麼叫穩定呢 就像這邊 因為第一個家家的人 他 access 這個 memory 的 content 他其實只是暫存在 register 裡面 他還沒有寫回到原來的 memory 的位置 所以代表這個 memory 目前是正在被讀取的 所以他還沒有這個穩定的狀態 在這個時機點 他還沒有穩定下來 因為他還沒有被 update 回去 所以這個中間 它是處於一個不穩定的狀態 當然如果你寫了之後 比如說我們都已經寫回到 counter 你在執行減減的動作 你就會發現沒有問題 因為那個 memory 已經被 access 完了 但是在 access 的過程中 是一次只有一個人可以去 access 的 這個就是 critical section 就是要確保這件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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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